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能不再去查查经 卢是法斯翻译 异议 他老人家翻成一心不乱 《玄奘大思乙》的《弥陀经》质疑的 那个文字就不是一次 凡文的原本的意思 《玄奘大思乙》 一心细腻 跟一心不乱 哦 这个境界差好远啊 一心心念我们做得到 一心不乱不容易啊 一心心念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一般世俗人家的 心里面牵挂 一心牵挂 这个行啊 一心牵挂 你挂的什么 把那个东西换成阿弥陀佛 那不就行了吗 你要是挂念你的钱财 把钱财换成阿弥陀佛 挂念你的儿孙 把儿孙换成阿弥陀佛 就行了啊 心里面呢 只信念这一桩事情 不信念其他事情 其他地 万一放下 功夫成拼 就是一天到晚 心里面确确实实 有阿弥陀佛 有西方减土 心里面真有 换句话说 世间所有一切事情 我都不牵挂了 我都放下了 我心里面专门牵挂阿弥陀佛 这叫四一心 因为你心里牵挂阿弥陀佛 这是四 四专一了 只牵挂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其他什么也不牵挂了 什么都放下了 这叫四一心 四一心呢 虽然功夫很浅 就能磨参 我们自己只要做到一心心念 临终佛来戒隐 戒隐的手一定是先见到佛光 佛光照你 佛光这一照就把你的功夫提升一倍 你本来是一心心念 佛光一照就把你提升到一心不乱 所以要晓得 凡是往生人 在灵命中是见到佛来戒隐 受佛光的加持 功夫境界立刻就提升 我们念佛人 只要念到功夫成平 一提升 就是四一心不乱 如果念到四一心不乱呢 佛光一照一提升 就是一一心不乱 念这个字 念是精心 现在心上 现在我们心上真有迷陀 这个戏就是我们一般家牵挂 心里头有牵挂 这个牵挂是什么呢 阿弥陀佛 心里没有别的牵挂 只牵挂阿弥陀佛 心里头真有啊 这叫心念 心念如何才有感应呢 有很明显的感应 叫一心 一心心念 换一句话说 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有 一心心念 这叫真念佛 念佛不在口上 在心上 所以古代都常常跟我们讲 念佛这个念不可以加个口 加个口就变成有口无心 不能加口 就是用这个念 这个念说明说 你心里头真有 不见得挂在口上 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这一心心念 这个感应道教不可思议 真地叫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佛 为什么不念念佛 念些身外之物 你随便不愿望 身外之物 随他去吧 不要再放在心上了 到了极乐时期 你就见到阿弥陀佛 其实没到之前就见到 为什么人命用神 佛来接一面 可是你一定要想到 阿弥陀佛 念念佛 常常挂在心上 阿弥陀佛就来了 功夫成品 是念佛三位 最低的一个境界 这个境界不能小看 真正到这个境界 往生就有把握 随时可以往生 真想去了 我这个世界还有生命不要了 我想早一天到极乐时期 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真的来接引你 只要你有坚定的信心 坚定的觉醒 真地有求必应 诸位要想到 世间一切不一切 都是过瘾的原因 给你眼睛看一下 你什么都得不到啊 这是四十 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得到 包括自己的身体 都得不到 你晚上睡觉 睡熟了 人家被你抬走了 都不想得 身体都不是自己的 何况身外之无啊 所以你那个牵挂 不要打了 一点用都没有 你牵挂极乐世界 牵挂阿弥陀佛 那真面关系 为什么呢 到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真的在你面前来接引你 生命到新一趟时机 你